解放軍駐港部隊1996年年初 在深圳組建完成 司令員劉振武同年訪港3天 參觀駐港英軍將會移交給解放軍的設施 重溫當年的報導 劉振武少將和4個解放軍徐元 以及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成員 朝早10點多 分別乘兩架駐港皇家空軍的直升機 由石江抵達灣仔直升機場 他接著檢閱駐港的居家兵團 劉振武稍後和駐港英軍司令 鄧首仁舉行閉門會議 至於點線令到香港人 消除對解放軍的疑慮 劉振武就並沒有回應到 這次是第一次有解放軍的高級官員 官式訪問香港 而英軍和駐港解放軍的發言人都說 將來會安排更多的護訪 這就是有助駐港英軍 和未來的駐港解放軍交接工作 鄧首仁明天就會陪同劉振武 參觀駐港的海陸空三軍設備 到時還會有不同的示範表演 後天早上劉振武就會結束訪港的三天行程 一早回深圳 都在周空三軍提供